中立鬧去街頭槍聲大作 桃園園警盯上了一名販毒組織的成員 已經很久了 在昨天掌握他的行蹤 持搜索票前往抓人 沒有想到嫌犯為了躲避追查 不但是拒捕還開車衝撞 園警只好朝他連開四槍 而其中一槍彈片 划傷嫌犯的左膝蓋 成功將人壓制 好幾名園警拿著槍 圍捕黑衣男子並大聲鶴令 眼看男子還不趴下 另一名園警火速 從另一側爬上車頭過來壓制他 我剛才當作是幾名少年 怎麼不敢搶車呢 不明警力合力 男子這才乖乖趴下 他左膝受傷 隨後上鋼送醫 而槍聲大響也引起目警民眾關注 這件事聽到槍響 我們以為放鞭炮聲 跑出來看 結果外甥送人員的車倒在那邊 我們不清楚狀況 三四升還是五升 附近民眾還以為是有人放鞭炮 原來是警方在街頭逮人 跑園警盯上這名販毒集團的成員已久 掌握行蹤後 在25號下午4點多 持搜索票到中立區新生路上逮人 沒想到嫌犯為了躲追氣 拒捕還開車要衝撞警車 園警立刻朝他連開四槍 其中一槍彈片化傷 嫌犯左膝成功壓制 犯嫌駕車意圖衝撞園警逃逸 同仁果斷開疆反擊 還在嫌犯車上查獲毒咖啡包 販毒集團成員藏毒 這回為了躲追氣 還企圖衝撞園警被移送偵辦 記得林朱強桃園報導 公關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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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道